接著是有關今天台北市宣布兩例確診個案在台北市的公共場域活動足跡 我們請黃珊珊副市長來為我們說明 好的這兩天的案子大概都是外縣市的 那在目前我們有一個16147案 16147它是一個境外移入的案子 那這個案子比較特別它是在2月份到印度去探望親人 然後8月13號回國 9月14號解隔 也就是它在國內的採檢入境採檢跟解隔採檢都是陰性 那解隔之後就回到社區 在9月7號因為它在出國念書 所以再採了一次羊 那採羊之後它在台灣境內目前有3天的活動史 那我們現在公布的是它這3天 9月2號下午6點半到晚上8點 台內湖區瑞光路的一家Dreamers咖啡在咖啡店 那9月4號的10點到10點20在加勒福超市的台北巴德店 松山區的八德路四段 還有9月5號的6點到6點15在全聯松山的吉祥店 松山區光復北路 那這個案例它的狀況也是應該是入境之後 然後全部採陰 但是要出境了 那忽然採羊 所以這個部分請大家在這個時段有到這些地方的民眾提高警覺 那另外一個案例是16152 16152是新北市這一次幼兒園的確診者 那這位是一位家長他在9月4號早上10點50到11點50 他是有從新浦站搭捷運到台北車站到新北投站 那9月5號一樣下午2點半到3點半 從新北投站台北車站到新浦站 他是到北投這邊來算是在這邊旅遊 然後他去的特定的店家還有相關的地方 我們都清查了十連制 那也匡列的相關人員 那所有的店家都已經完成清銷 那目前為止特定的對象都已經做匡列 以上 市長想請問一下 因為昨天有說一位確診的孕婦 他當時因為說他自己懷孕 然後他拒絕做PCR 那現在想幫各家提問的是 他當時這樣子是有沒有符合防疫規定 那如果拒絕採檢是不是會開罰 還有一個是如果他沒有做PCR 解割之後回到社區 是不是會變成一個社區的隱形傳播鏈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假訊息 6月份在6月22號才有所謂解割的時候要採檢的規範 這位個案他其實非常的清楚 他的先生確診 他6月5號到6月19號居家隔離 居家隔離的期間 各位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其實居家隔離是沒有任何採檢的規範 台北市政府我們自己 以所謂的精準疫調 我們希望居家隔離的人 他可以提早來做採檢 所以分別在6月9號6月10號 他6月19號他解隔的同時 都希望能夠安排他做採檢 但是他因為懷孕 還有他自己家庭的因素 他有一個1歲多的小孩 他不想去醫院 所以他一直拒絕也以很多的理由來拒絕 當時的規範 我們是沒有任何強制力可以要求採檢 也就是說 6月22號之後才有強制居家隔離必須採檢的規定 這也是我們在6月份的時候一直向中央建議的結果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的確提早採檢 可以發現更早 更早發現居家隔離的人他提早的陽性 那這個案子我想大家故意要在這個時候說 又要去呼應說台北市當時是疫調不實 匡列不實 然後又要傳出這種假訊息 我覺得很沒有意義 那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疫調結果中央都會看到 中央不可能跟台北市一起作假 那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現在新北板橋有一個社區大樓住戶 他們陸續都有傳出有確診 那現在除了台大的麻醉師之外 是不是還有已經收到消息是有沒有可能有其他人 也是在台北市職場工作的 我們昨天已經說明我們跟新北市這邊都保持聯絡 所以目前掌握在台北市工作的有兩位家長 那這兩位家長一位在士林區一位在內湖區 那他們所工作的場域跟他們的同事 還有他們可能接觸的對象全部都匡列 目前是匡列了12位 那也都在做其他的部分都在做自主健康監測 場域都已經清消完畢 所以目前為止還是要強調一片 有關新北市幼兒園所有的確診者都不在台北市 我們這邊都是處理職場跟學校的場域 裡面的預防性的居家隔離 所以目前為止台北市的部分 家長有在這邊工作的 我們已經全部做好居家隔離一個況列 市長 就是今天公佈的這位1614 其他從印度入境之後 有沒有掌握他現在其他三個人跟他接觸 讓他們有沒有採檢的結果了 那是不是還有繼續在匡列多少人 那就是說他現在是因為要出國 所以才去採檢 CT只有超過30 那現在是不是有做他的基因定序 有沒有懷疑他可能也是掉他 這個案子也是我們昨天討論過的 所以大概的狀況就是 第一他是剛講過8月13號入境 9月4號就解隔 其他在解隔前都採檢陰性 那這次是要出國才再採檢一次 9月7號採羊 目前就是他剛剛他在台北有些足跡 那重點在於說他所接觸的 因為他只有大概兩三天的時間 所以他家人還有他的接觸者 全部都已經在狂列 目前是直接接觸的部分都已經做採檢 那採檢結果還沒有出來 那這個案子的基因定序跟抗體 我們都在監測 而且也在請中央能夠盡快通知我們 這邊再三例提問 就是昨天說面對Delta 就是各項的管制標準 會有2.0的警戒SOP 那剛才其實市長也說 很多細節需要重新再做調整檢視 那想請教 現在是否已經討論出具體的內容 我們現在從這次本來是禮拜要開會 但是突然間發生了幼兒園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改在明天的中午來開會 那重點在於說 我們原來的SOP也是配合中央的四級警戒 那四級警戒各個局處都有他們自己相關的對應措施 包括從升級到降級 那升級到降級 但是以前都是用一般的病毒的傳染力來判斷 那現在是因為有Delta的部分 所以就像我們面對這種突來的巨變 所以像教育局就第一個時間提出了學校停課的這個因應Delta的指引 也就是學校停課的2.0版 就是要跳升一級的 因為到中央到現在也都是 還是維持原來的規範 那我們會先預作我們的準備 因為有一些部分還是要討論過後才能 討論它的可執行性 然後再繼續來跟大家報告 而且我們也不想一下子公布出來 然後還沒有辦法執行的 還沒有開始執行就讓大家造成恐慌 所以我們會討論確定 然後市長下令之後我們按照步驟一個一個對外公布